修兰博斯也给我们做证明 他在我们这个摄影棚看 他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桌椅板凳 有见闻觉知 天花板有见闻觉知 墙壁有见闻觉知 地板有见闻觉知 只要是物质现象 统统有见闻觉知 为什么 他不立自信吗 自信能深能显 所有这一切万物自信显的 你那个妄想执着离开了 那是魂魄离开了 你自信没离开 这个离不开的 他说他避延一切处 避延一切实 他没有现象 不是物质现象 也不是精神现象 也不是自然现象 这个概念我们应该都有了 我们说的变数太多了 所以天要多天 天多了 慢慢就有概念 概念慢慢就生根 能够 修行就在日常生活当中 穿衣衣吃饭 带人救 说什么呢 说不欺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足 把念力 完全集中在阿弥陀佛 念念念度沙弥陀佛 这叫真念佛人 这叫真正尽宗学人 决定不可以有疑惑 不要有妄想 念佛 这个方法 那个方法 这个声调 那个声调 没有关系 你喜欢用什么方法 就用什么方法 问题就是你 念佛的时候 一个杂念都没有 没有妄想 没有杂念 这就是功夫得理了 还有杂念 还有妄想 功夫不得理 功夫不得理 是你没放下 总的用一句话的时候 全都叫秦志 秦志是纵的 真的把秦志放下了 先就定了 就定在这一句佛号上 这一句佛号功德不可思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